前一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出炉了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他连续三年蝉联冠军宝座 不过这个榜单下也被外界戏称为杀猪榜 因为很多榜上有名的人最后都锅铛入狱了 一个比一个惨 好比说之前马云他是被消失了一年 另外还有人是行贿之后被关 最后在监狱里面病逝 白富榜公布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连续三年成为中国首富 靠卖水连续霸榜三年 农夫山泉董事长钟闪闪 以四千五百亿人民币 也是台币1.99兆元 产联中国首富宝座 2023胡润百富榜出炉 榜商名字都很熟悉 腾讯创办人马化腾 财富比去年增长百分之三十 位居第二 虽然中国电商蓬勃发展 拼多多创办人黄真 身家也达到1.2兆元 首次挤进前三名 证明时事造富豪 外界的变革有很大的关系 当然更值得讨论的是说 从历代的这些富豪 后面的一个下场 中国的网友特别讲过 你的一切都是党给你的 你不要忘了党随时 可以把你的一切给收走 但胡润百富榜 却被外界细成为杀猪榜 因为许多榜单名人 最后都沦为阶下囚 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 2020年底 因为公开批判中国金融体系 被消失将近一年时间 新能源巨头 汉能创办人李和军 也曾是榜首 但是旗下上市公司 涉嫌市场操纵 遭到香港证监会调查 时代集团创办人徐明 连续13年入榜 因为涉嫌向中共政委 薄熙来行贿 被判四年徒刑 最后不幸在狱中病逝 首富下场惨 也难怪新登榜的 一个比一个还低调 这个榜单甚至还没有公布之前 比如说中闪闪 他实际上马上就辞去 这个董事局主席的位置 甚至说他退休了 李彦宏也好 马化腾也好 他们其实都很快的退居 我们可以讲幕后 想稳坐中国富豪榜单可不容易 除了得低调 还得全力支持中央的军府政策 也能够外界讽刺 胡润排行宛如中国 富商魔咒 谢谢李方茨 同样云层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